你好 我是五個 耶 看到五個就知道 這個系列就是我在尋找 在一部上看起來最苗條的時候 可是你知道上次分析發生什麼事情嗎 上次分析大家就變一個各大網民預測的領帶 結果現在就五個 不知道是誰 你知道嗎 我就是高崇BTC的店長 然後跟蝦巴拉來得要放手的一些東西 就是網民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的事情就是 這個禮拜剛開始準備打 就是統一對熱天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上半季是統一拿下機關機能嗎 還有一盛的優勢 要面對到熱天 你怎麼看 我覺得蝦巴拉 如果是以這個投手的分配來看 要整理一些數據 如果是以投手的數據來看 然後我們先以正常數吧 就是如果下半季 桃園隊統一其實真的是五國 五勝五敗一合 對 五勝五敗一合 所以真的是五國 再來 如果我們再往後看到這個 統一現在有的投手 古林 布雷克 聖吉士 培瑞茲羅昂 這幾個投手來說好了 應該不會帶布雷克的 因為他下一個培瑞茲在中心 那 那就剩下聖吉士 羅昂跟布雷克 感覺看數據是只是羅昂 因為以統一來說現在一勝 所以他再兩勝就可以 對 所以如果這兩勝全力搶生 以數據來說啦 我們就先挑防禦最低的來講就好 就最單純 古林的防禦力是 對熱天是兩勝五七啊 然後布雷克是三勝 聖吉士三勝一八 朵王是兩勝七勝 所以如果是完全照防禦教練比賽的話 他大概是 古林跟羅昂 數據上最漂亮的 然後如果我們在戲看到 自載球場的能力的話 古林當然是棉花橋三勝數 35局三勝三勝 那這個羅昂 23局三勝26 所以他們兩個有非常好的 國三勝能力 當然 布雷克跟聖吉士也是 差不多 所以聖吉士二十二敗二十四敗 那他返回率還是稍微 比他們比較高一點 接下來就是 我用現場看球的感覺派 對 數據派在那邊 那因為就我在看同樣的比招 其實如果要比較起來 今年羅昂帶給球隊的安定感 不像去年來那麼好 也就是今年羅昂感覺上 爆料比比較高一點 但感覺上 而反而聖吉士上場 給統一師贏球的感覺是比較穩定的 但是 上一場 聖吉士你卻對台灣人頭爆 就是個隱憂 所以在 我們只要拿兩勝的狀況下 我們把王牌鼓先拿起來 我們還要抉擇只一個先發投手 也就是我 直接拿下兩勝的話 那我的看法我會安排就是 聖吉士 重點 即使他的數據 略低於羅昂 但是他今年給人家整體的感覺是幾次普遍的存在 而羅昂感覺今年不像去年這麼的兇 但統一的後援的確是 他們下半季戰績 除了打擊低迷以外 真是奇怪的 是因為後援的問題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統一的上半季的打擊 實在是有問題很大 因為上半季可以看到 統一師的打擊力 整合得非常好 包括該上壘格 該做功能性的 還有 攻擊的效率都非常好 加上老將 不管是 雍姬 逸權 跟金妍 他們在 串聯火力上都有一定的 表現 所以統一的火力是 目前最擔心的 而 桃園的火力有多恐怖 桃園的火力喔 桃園在 這個下半季的 團隊打擊力 對 又最最好 對不對 而且 最可怕的是什麼 他們長打力也好 他們的打擊力有2.87 下半季 長打力有3.97 那相對統一師來說 統一師下半季打擊大概2.76 長打力3.60 對 桃園的攻擊破壞力比較高 對 他不管是零力 還是成為今年的攻擊打擊力 大家去永遠放棄 對 成為今年的長打長出來 對 所以 以打擊的破壞力來講 兩個如果狀況一樣好 統一會比較整齊 而桃園的破壞力爆發力會比較大一點 其實蠻有效果 對 效果8.0 8.0 對 那如果我們轉回來看這個 剛剛是說的頭園投什麼 對 如果我們轉回來看這個 肉天的先發頭圖的話 子彭就先不要看啦 因為子彭會很紅頭圖 對 所以他們都可以要拿三場 我要安排三個羊頭 至少三個羊頭先發 但我會想 可能還是可以叫子彭出來丟 因為畢竟有四場 打到完是四場比賽 對啊 那他有三羊頭的就是肯特 威能力 威能力 魔神樂 而且這幾個人的防禦率啊 局數都跟猛疑四場差不多 大概都是二十群以上 那大概最多就是二十六群 那你這個 目前這一段數據來看 肯特才一成八 然後威能力是兩成六群 魔神樂是兩成群 其實對比起來 先穿投手平均的這個成績 兩隊的先發配 算是五五拍 頂若虎點五 還是四點五 沒有到六十拍 大概是 我是覺得如果是以投手 這樣子來看的話 我倒是覺得樂天的六十更多 就是我覺得整個投手陣容來做 然後樂天的完整評論 然後是樂天高一點 沒錯 所以 樂天要搶三勝 同一要搶兩勝 關鍵在 同一 對 同一的投手也沒有辦法 接下來先發交賽來放手 然後 或者是 樂天高 跟 分析是其中一個 走培瑞茲的角色 先把這個系列帶 下來再說 對 而我覺得同一很有可能做這件事 因為 同一家真的是 偷偷偷偷 經典太累了 對 所以 在同一先男醫生的狀況下 你知道我這一次 同一會從道夫特 像去年一樣 再次被 成就吧 如果是以這個 和女時期 當然是希望同一 你來必須一點 偉晨不是朋友了 偉晨是兄弟 偉晨已經是這個超越 會超越一般合作關係的 這個 非常好的朋友 那同一就是 其實蠻多選手 我們會在寂寞的時候 做一些交流 跟訓練 所以其實這些選手的狀況 我們都看在眼裡 對 那 以 你的情感方面來說 還是希望同一能出現 那 我以一個失眠的偉晨 可是我覺得 統一 在下半句少了一個東西 是結線的笑容 通常統一在結線的笑容 都會長得特別多 對 那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戰績的壓績 從全能度第一 然後一路被追過 到現在 整個球隊 打起來太緊繃 就跟2011年那個時候 技衛賽 哇 一分三百的時候很緊張 可是統一開始笑了之後 整個球隊的氣氛打起來之後 其實統一的整體的戰力 跟打擊是很整齊的 對 問題是他們需要整合得出來 也就是說 我團隊要帶 大家要把狀態提升 他不是一個個人好球隊 他是一個團隊好的球隊 所以當狀態提升的時候 統一就會很 你就會覺得 哇 這就是我 有夠歪歪 有夠歪爬 但是當他 整隊在一個踢草的時候 突然就是 分野者就了分 投手也要得住 是不是就從獅子變慢了 所以統一 如果能夠在這一期期間 把狀態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加仁團把目標設定好 讓選手去專心的 做該做的目標 而不是各自為政 強大成長跟普通 到認為統一 只要拿兩勝 勝出的機會還是比較大 好 那我們這個季后賽的分析就到這邊了 我也是覺得統一會出現的機會很大 雖然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樂天 最棒後輪投口都戰優勢 打擊其實也強 但統一只要拿兩勝 而且統一其實 沒有那麼弱 對 主要是只要兩勝 只要兩勝 只要兩勝 局面是比較偏向的局面 對 然後再把一個洋頭調去牛洪空 對 那這樣子 先搶勝再說 對 什麼要先保底第二名再說 對 讓裴瑞茲後援嘛 中繼嘛 讓瘦瘦狗一舉 對 可能再一個國王 或是聖體士 拿進來當牛洪中傑的角色 先弄 對 這樣子才有辦法去一起進台灣大賽 對 好 這個是穿著台杠的衣服 說統一 然後 中綠色的啊 中綠色的啊 然後我是中綠 對 然後我是 中綠就是桃園 對 然後我也是覺得統一應該出現啦 畢竟先拿一陣子的優勢實在太大了 對 然後又不是那個統一可以用 對 也不是TOTO中綠嘛 對 然後打擊說實在有很差嘛 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很差 統一最差的就是牛洪啊 對 這沒辦法統一 因為只要有這些這個外型選手 可以到中綠後援去支援 我都覺得 對 希望是很大的 好 那我們這個季球賽的分析由這邊 如果這個 確定哪一支球隊出現的話 我們會再排這個冠軍戰的分析 對 好不好 那我們就看看 我們預測的事情會不會發生 沒錯 講說會不會被拉到後援 沒錯 好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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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